車身 對於上年多的日本車身如何復修 我當然不會 稍後會交給專家 Ivan 跟大家說說這輛車應該如何處理 當一輛新車來到我們店鋪 我們第一個時間師傅會先幫他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大約是十分鐘之內 我們會把車身上有什麼都要注意的地方 去評估之後需要多長時間如何去做 師傅現在做的就是用我們FreeBond出的脫脂劑 先脫走車身表面的情況 到底現在的狀況去到哪裏 另一位同事負責看看車的車漆上高 有沒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到底可以復修到還是不能復修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利用我們公司設計的燈光 有射燈、有黃燈、有LED燈 這三種產生不同光源 驗一驗車的顏色和車漆平方 其實一開始 我們面對這輛1991年的Ponda車 劑手的地方就是車漆的問題 師傅都做了很多次不同研磨的方式 結果發現原來車友的溝鎖層都比較薄 磨極都不會令人 我們又轉用了很多方法 師傅就嘗試在一個面上高 在這個面上高 用了很多時間去做到 現在這個效果 向全輛車完成 在不同的時間、時段 是逐件、逐件、逐件 好像砌模型 才可以做到現在整輛車這麼漂亮 玻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本身用了這麼多年 不但外面很骯髒、很多水積 裡面也有很多污漬 我們都要利用一些脫脂劑 把它脫掉 從頭到尾所花費的時間 都需要一個星期